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却揭示了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趋势 根据新闻的数据 加拿大各地的急诊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露面患者 也就是在长时间等待后选择离开的情况 这一数字增长了5倍以上 医院将这一问题编码为LWBS 即因急诊室拥挤和医护人员不足而导致患者长时间等待但未获得护理 Eddie Lang 顶级专家表示 我们担心的很多疾病都对时间非常敏感 过长的等待时间会影响患者的治疗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高质量的医疗护理 因为长时间的等待是不可接受的 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2004年以来 放弃急诊室等待并离开的患者数量逐年上升 尽管在2020至2021年因疫情的原因有所下降 但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有超过1400万次急诊室就诊 其中多达963637名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前就离开了 这意味着这一数字已经是2003年的5倍 急诊室医生表示 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 因为肯定有需要紧急护理的患者已经离开了 他们不应该 专家指出患者在急诊室就诊后会接受初步评估 但对于那些症状看似不太严重的患者来说 等待时间可能会非常长 这对他们的健康构成了威胁 急诊室护士警告说 离开可能会导致患者不了解自己的病情 可能会使情况恶化 政府官员表示 他们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来改善医疗保健系统 并呼吁各省和地区采取行动 但医生却认为 政治家们需要更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 以确保急诊室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护理 这一问题对于加拿大的医疗保健系统来说 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解决它需要各方的合作和政治意愿 医疗保健的未来 在如何确保患者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护理 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加拿大皇家骑警不久前宣布 一名年仅29岁的女性 面临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犯罪指控 原因是她被指控涉嫌参与伊拉克和 里凡特伊斯兰国的活动 警方透露 这位女士于今年4月4日 从叙利亚返回加拿大 并在涉及恐怖主义的调查中被捕 尽管她被允许保释条件出狱 但最新消息显示 她于10月5日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米尔顿地区再次被捕 被指控涉嫌参与伊斯兰国的活动 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凸显了恐怖主义问题 在国际和国内安全方面的重要性 加拿大皇家骑警将继续调查此案 以确保司法程序的公正 此事件提醒我们 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 需要持续警惕和努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大温哥华地区的无家可归问题 在最新的统计数据中 呈现令人担忧的趋势 自2020年以来 无家可归者数量激增32% 根据统计局 截至2023年9月底的数据 该地区已有超过8000名无家可归者 凸显了这一长期社会问题的紧迫性 这些人面临着生存挑战 包括食素、健康和社会融入等问题 迫切需要解决 倡导者们深切担忧 认为房价不断攀升 是无家可归问题加剧的主要原因 高房价使得住房成本不可承受 尤其是在高房价的大温哥华地区 供应不足和租金上涨 也使租房变得更加困难 导致越来越多人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 一位倡导者表示 房价上涨无济于事 政府迫切需要采取措施 如增加廉价房屋供应 制定租金控制政策 以及提供更多支持服务 来帮助那些陷入无家可归的人 政府和社会团体已经采取一些措施 但倡导者们呼吁政府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住房 解决无家可归问题需要社会广泛合作 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安全稳定的居住 在面对大温哥华地区无家可归问题的严峻和不断增长的趋势时 社会需要共同努力 找到解决方案 为最脆弱的人提供支持和帮助 无家可归问题不仅是数字 更是涉及人性的紧急问题 我们有责任共同努力 创造一个更公平包容的社会 感谢观看库天新闻 我是William 我们下期再见